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心靈分享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一下 如何醫病 如果大家有聽過周時祥博士的 講述或講述 其實大家可能有一點點想法 現在我講一下Aster Lee的版本 但凡我有東西不舒服 有東西病的時候 我都會上網查一查 The spiritual reason for 什麼什麼 譬如說雙風卡 雙風卡很易明 通常如果你雙風卡 就是你的免疫力很低 為什麼你的免疫力很低呢 其實是這樣 如果你雙風的話 就不是因為最近天氣轉冷 或者你公司的雙風引起你 而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Immune System Drop了 其實你的身體的菌 是一向那麼多的 因為外面的空氣和我們身體的感冒菌 都是那麼多的 所以你不會無緣無故 黏在感冒的病人那裏 然後黏在感冒菌 因為根本你的身體內 就有很多感冒菌 那為什麼會感冒呢 就是因為 你平時你的Immune System 是那麼高的 你的感冒菌是來到這裡的 那你就沒事了 你沒有健康了 但是當你的Immune System 你的免疫系統 沒有OK 可以停下來 就變成現在是什麼呢 就是更多 警察少了 那跟著那些賊又是怎樣 就是惡 然後就可以是欺負你 這樣 所以你要問的問題 就不是說 那個同事因為那樣 那麼傳染我 又說 為何最近天氣這麼差呢 而是你應該問 咦,為什麼我的免疫系統DROP了,功能變差了呢? 通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不開心 不開心,所以你的免疫系統的功能是DROP了 又或者是,那你就應該問自己 咦,最近有什麼事情我很不開心呢? 到底是因為公司,是因為伴侶,配偶,還是自己身體健康呢? 還是你自己和自己關係出問題呢? 還是你和錢關係出問題呢? 生活壓力很大呢? 還是和爸爸媽媽出問題呢? 一般大部分的問題,最根本的原因 都是和自己出問題的 好了,然後你就對正下約了 可能是最近被老闆冤枉得很厲害 老闆冤枉你加班,冤枉你做事,又不給好些錢 然後又沒有讚賞,做得不對又在罵 令到你覺得很委屈,那你很委屈又不可以博嘴 因為你怕沒有工作,沒有工作的話 沒有錢養家,所以你就 一吞就死貓了 一吞就死貓了 於是你的免疫系統就倒閉 其實是一個訊號告訴你 喂,我好不開心,我好不開心 你要變了,你要為自己去爭取 然後跟著 這樣 我以前說過 就是 我有一個強項,就是我站得很硬正 如果我有一個工作找我 而我是不喜歡那個工作 就算哪怕我窮到沒有飯 我都不會接那個工作 因為第一,我知道那天會養我 早前不是說 有個朋友問我為何可以14年不工作 很簡單的 因為那些錢就來用完的時候 天天又會給我工作 可能是做培訓 然後可能教一個星期 就有三四萬元 然後我有一兩個月不做 然後做到沒有工作,然後又有一個訓練 找我 有時有人叫我幫忙做這些 有時可能是一塊大錢,夠我用很久 有時是很多塊小錢 又夠我吃 就沒有錢責 沒有錢剩下 但是就能夠生活 然後我繼續去醫治自己 繼續去想我要什麼 然後就這樣了 14年了 然後到最近的三年 我開始真的有目標了 因為有會志社 我要養著會志社 我有相聚一堂 我要養著相聚一堂 然後有讀書會 我要run 我要run OK 好了 譬如雙風 喉嚨痛發炎 那又怎樣呢 根據Louise Hay Louise Hay 就是我們這個mother of new age Louise Hay 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You Can Heal Yourself You Can Heal Yourself 就是說你可以自己醫自己 這個是完全正確的 你是完全可以自己醫自己的 例如 譬如喉嚨痛 嘩好痛 好像火燒一樣 或者就殺了 乾了 那你就一樣 所有的病 根據治療法的醫生 醫護界說 就是 其實100% 以前是說95% 現在是100% 都是心理因素 因為人的最完整的狀態 最正常的狀態 是不病的 病是不正常的 OK 然後 其實很簡單 每一件事你都是這樣問 既然喉嚨 喉嚨是關於什麼 關於說話 關於表達自己 關於表達自我 是不是 然後當你發現 你有口難言 或者你被人串得很厲害 或者你吃了很多死貓 這樣 每次你想說話 然後別人不讓你說 或者是直接 批你死貓 然後你又 接近 接著你這樣接近 那麼能量在這裏 鎖住了 那就是喉嚨痛 喉嚨感冒 發炎 這樣 所以 當 我都很少 很少喉嚨有問題 如果我喉嚨有問題的時候 或者我是 腥瓦 腥瓦 這樣 我就會問自己 咦 Astelle 最近有什麼不開心 有什麼 你吃了死貓 或者有口難言 然後你靜一會 那答案就浮出來了 很快的就是 唉 原來是那件事 因為上次那件事 被人串了 過了一洞 然後我又不能解釋這件事 接著吃了死貓 這樣 所以喉嚨痛 所以我覺得好用的 每一次有什麼問題 都是查回 the spiritual reason 那個 靈性原因 for 這件事 譬如說 for 感冒 感冒的靈性原因是什麼 或者是 那時候 我告訴你我怎樣 自己 治好自己的 躁鬱 好嗎 那當年 說09年 還是10年 當時就很不開心 然後就發覺自己 自己不知道的 其實 整個狂罵人 然後有一天 周華山博士跟我說 Ester Lee 以我的經驗 你又吵鬱 然後我說 蛤 我 然後 我突然間定了 我記得那時候 在荔枝角地理站 還是美股地理站 然後在那裡說了電話 我說蛤 然後 然後突然間 我的記憶 所有的影像 在flashback 然後突然記起 我罵過多少人 罵走過多少人 然後 然後我呆了 然後華山問我 Ester 你需要不要哭一會 然後我說 我要 然後在那裡說 嘜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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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吃 接著就說,你只考慮一下怎麼做 以我的意見就是你要吃藥 你知道我不太相信西藥 不知道多久沒吃西藥 Anyway,我就上網去查 到底這個 Bipolar Bipolar就是燥狂,燥狂抑鬱 Bipolar是由一極去一極的 我就上網查了很多資料 我就發現,什麼叫Bipolar呢? 其實Bipolar就是兩個極端 Bipolar 什麼叫Bipolar? 就是由一極去另一極 其實是什麼呢? 當你人生是一極 譬如我之前在投資界裏做 衛高權重 同事經過我身邊都要和我執工 然後我拿了全公司的獎 我年薪百多萬 每個月都有六位數字收入 然後有秘書 住羊樓,養了狗 穿套裝 帶了我的名牌錶 戒指 然後突然去到一個地步 什麼都沒有了 男朋友又分手 然後我沒有了份工 然後我媽媽的健康當時很有問題 然後我完全是什麼都沒有了 又不知道自己去哪裡 由一個點 Wing到另一個點 因為太大距離 人很難接受 然後 Wing,Wing 那就瘋了 瘋就是變成兩極化 就是Bipolar 這樣 其實在這個階段是好事,因為我來這個世界不是為了做投資 我來這個世界是要貢獻我自己的,透過我的聲音,透過我的經驗 透過我身心靈界的認知,去和大家分享 然後我去幫到你,然後你幫到你自己 我在講故事,其實我不是在幫你,是我講故事,然後你幫到你自己,這個版本才對 而是因為當時我實在非常喜歡錢,實在太過注重名利權,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神跟我說,你去做新心靈導師吧 一來2005年的時候沒有新心靈導師這個 term 第二,我會說,我找他百多晚年的,不是吧,現在你要我找朝不晚 那我會頂不上,我想我會瘋的 然後你慢慢 swing swing swing,然後去到中間點 現在我會覺得很開心,很快樂 我現在會看到,其實名利權界,特別投資界,根本是不適合我 不適合我性格,我沒有辦法可以表達 我很需要說真話,我很需要表達我自己 我很需要去,我不能夠說謊話 我也不可以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我做不到 所以某程度上,很難上位的 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 遲一點才明白,因為不想得罪全世界 所以,在這個階段就要對自己很有慈悲心 還有要很冷靜,讓自己休息一下 然後要將以前的能量排出去 就是以前那些貪淺的能量 喜歡追逐名利,喜歡去追權奪位的能量 然後慢慢去離開,讓他去掉 然後去到今時今日,我覺得很快樂 我又去了人生另一個境界 去到我下一個階段,然後我能夠享受我自己的人生 所以,當大家身體有毛病的時候 無論是大件事,大件事好像癌症 或者是一些很重很大的病 或者只是一個傷風感冒,喉嚨痛 其實大家真的可以買Louise Hay那本書 You Can Heal Yourself 應該有中文了,無論如何都有中文了 我不想知道,都是ね,我很喜歡看英文,原汁原味 然後,你用 boilssti最後日後 我覺得肯定語了 大已經算所bereink的因為的大部分病 什麼原因都是因為不開心 為什麼會悠閖病呢 心臟病是你的心本來 哐哐哐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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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那心就不开心 为什么会有糖尿病呢? 糖尿是因为你在生命里面感受不了糖分 就是说你根本不觉得生命是甜美的 你无法在生命里面找到一些开心的东西 甜美的东西,令你开心,令你笑,令你觉得甜的东西 然后你就要吃很多糖,或者不让你吃糖 结果后来就变成糖尿病了 所以就要学晓 生命如何享受人生呢? 怎样可以令自己快乐呢? 以至到你可以 你明白了那种东西,你开始领略到的时候 你就开始慢慢可以不用吃药,不用打汁 然后其实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不开心 各式各样的不开心 呼吸道为什么会有问题? 呼吸道有问题,因为你无法可以吸 呼吸到生命的喜悦 所以喜乐是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做到这种东西 其实我每天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今天有什么可以做,令我自己开心呢? 今天有什么可以开心呢? 特别是现在 我做事不是为钱的了 其实很久以前都不是的 现在更加不是的 所以我今天教这个money meditation 其实入场费不多,我收了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做两个钟也好啊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明天可以开班教人 明天可以开这个money meditation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我要和我这次来的学生的朋友 不是学生的朋友 一字不开学生 我要把我所有的好东西都告诉他们 然后我很渴望今天下午的来临 然后我们下午找得很开心 所以下次都应该来 我们每个月都有money meditation 而且我们收得很便宜 早鸟隔是199的,顺便买广告 所以 你会学到 打坐冥想的那个桥门在哪里 怎样可以快点梦想成真 Staytune 好了,又是那句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记一记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请你给个like 然后跟着 留言 订阅 按钟仔 分享 多谢各位 拜拜